Test, test,有了哈 对不起啊,你们等一等 突然忘记了 好,其实我很期待每次 第五个星期的 这个崇拜 你们猜猜为什么 第五个星期 有什么特别的吗 人比较少 很少有 一年只有 大概四次 对吗,第五个星期 那第五个星期 你有没有注意到考考你们 这个很难啊 我们的第五个星期 跟平时的崇拜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猜到等一下 你们的茶点可以吃双份 谁猜到 第五个星期 我们读的经文不太一样 知道吗 就是敬拜赞美过后呢 我们有读一段经文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崇拜的设计呢 是有它的目的的 一开始主持人 主持上来的时候 读一段的这个经文 那个不是读来 请大家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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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的 它这个是一个宣招 就是让我们来预备心 让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神 因为敬拜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已 是整个教会 整家人的事来的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宣招的经文 我们就预备自己 所以如果说 一下子主持人上来以后 你了解到 我们要一起敬拜了 我们要一起配合了 我们甚至要早一点到 以便在这个宣招的时候 我们是预备好心 整理好自己的亲情 我们来敬拜神 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 归给神的 所以主持人会 会一段宣招的经文 通常是一些的诗篇 带领我们的心仰望上帝 这是崇拜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发现我们的美教书邦堂 并没有很多的礼仪 对吗 谁去过一些教会 很多礼仪的 举手一下 很多礼仪的 有啊 要跪下来 现在唱什么 然后大家一起回应 然后 阿们 我们没有很多的礼仪 那因为我们 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需要更多的 与这些的信徒们连接起来 所以时代正在 渐渐地改变当中 其实过去的礼仪 也在一步段地在改变当中 但是我们要留意 保留一些的 很重要的特质 让我们不失去崇拜的意义 要不然崇拜也可以成为一个舞会 你知道吗 有去过一些教会的崇拜像个舞会这样子吗 有哦 哇 就是好像夜总会这样子哦 蹦蹦蹦蹦 哇 很声光效应啊 哇 去了很爽的 偶尔去是 我觉得是没问题了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了 崇拜的意义是什么 崇拜不是为了你的享受 崇拜就是 以神的子民来顺服神 来敬拜祂 来归荣耀给祂 这一个特质是神的子民所需要有的 好 我们金分赞没完了 然后就主持人上来 对不对 OK 谁记得第一个礼拜我们读 怎么样的一个经文呢 第一个礼拜读 我们读的是十诫 还记得吗 十诫啊 摩西的十诫 那是旧约最早的开始 对吗 好 第二个礼拜呢 谁记得 不要再考你们了 第二个礼拜我们读的是 最大的诫命 最大的使命 对吧 最大诫命 最大使命 OK 然后呢 第三个礼拜呢 我们读的是 使徒 信经 对吗 OK 然后 第四个礼拜 我想看我漏了什么东西啊 第二个礼拜读的是主导文 对不起 第二个礼拜读的是主导文 OK 第三个礼拜读的是使徒信经 OK 第四个礼拜读的是最大的诫命 就是彼此相爱 还有最大的使命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 照理讲 应该就到这里结束了 看到吗 从旧约开始 对不对 哇 然后耶稣来了 然后使徒信经 然后呢 Yes 我们出去吧 我们去完成主的使命吧 到此结束 没有 还有第五个礼拜 第五个礼拜呢 我们回到诗篇 二十三篇 那是什么 上帝的 美好的 美好的 同在 就好像你进入了神的安息那样 以后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 不至 缺乏 让我的心感觉到很受的安慰 是的 这一个月来到了最后一个礼拜 而且是特别的 第五个礼拜 哇 叮叮蹦蹦 叮叮叮 一个月里面 碰啊 冲啊 做啊 不同的聚会啊 对于工作者来说 哇 业绩啊 如何啊 到最后一个礼拜天的时候 让我回到上帝的安息里面 知道祂要我们休息 知道祂要我们回到祂的里面 所以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缺乏 That's why我非常喜欢的 第五个礼拜 让我回到一个 与神同在的一个cycle 的里面 我们会继续地来强调 有关家的一些的主题 这个家 很重要的 不只指的是神的家 我们渐渐会谈到呢 我们自己的家 是如何的 然后 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 你们还记得 他是在哪里写的吗 在监牢里面写的 上一次的讲道 我们就提到 他是在监牢里面 发出这样子的一个 鼓励 这样子一个 充满盼望的 一封的书信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做监牢 而且他是受苦 而且呢 他很多的自由被限制了 没有这么多的自由 请问他能够做出 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呢 如果你被关在监牢里面了 不是你犯错了 冤狱好了 你被人家冤枉啊 你关在监牢里面的话 你会怎么样的祷告啊 主啊 救我 主啊 抓住那个坏人啊 主啊 我是无辜的 你要把我放出来啊 你看到吗 我们祷告会是这样子的祷告 可是保罗的祷告相当的不一样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祷告 他祷告的反而是什么 为了在外面 那些信徒们来祷告 他们要站立的稳啊 他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啊 他们要继续的为主持守啊 他心中充满盼望的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激励人的祷告 刚才所读的那一篇的圣经 是保罗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祷告来的 这也可能 我个人看法里面呢 整个新约里面呢 最美的祷告之一 这里面呢 帮助我们看到 如何的可以 重新得利 如何的可以 重新得利 以夫所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 以夫所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 很多偶像崇拜的一个城市 甚至呢 他们这个偶像崇拜的势力 是非常的大的 他们那边有一个 很大的偶像的神 叫做亚迪米 阿提米斯 所以当保罗来到以夫所 宣教步道的时候 他受到了蛮大的 一个反对的势力 为什么呢 那边有一个大神 那边有很多的信众 哇 他们感受到受威胁 起来要来全城啊 反对保罗 所以以夫所的信徒们 他们并不是住在一个 非常舒服 没有问题 政府站在我这一边 基督教是我们的国教 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安了 没问题了 不是的 以夫所教会 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面对很多的困难 所以他们特别的需要 被鼓励 所以虽然保罗 也是在一个监牢里面 但是他想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以夫所 之前所谈到的内容 他谈到哇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哇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满有信心 坦然无惧地来到 上帝的面前 哇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不管是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还是什么样的人 一旦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一家人 有这么美好的盼望 这么激励人的信息 而且保罗也看他自己受的苦呢 为什么样 为带给别人祝福的 他就甘心 他就乐意 所以原来在苦难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带给别人的祝福 就好像妈妈生孩子 对不对 这边不用看了 知道很多妈妈生过孩子的 如果问问你 再生多几次要不要 母猴咯 母猴搞咯 为什么呢 生孩子很痛的啊 生孩子很辛苦的啊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不只是生的那一刻而已 在怀孕就开始不容易了 这么不容易 你为什么还要生啊 我看到未来 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份喜乐 看到吗 这个过程他就愿意忍耐 愿意坚持下去 现在的女性很怕痛的 对吧 比起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 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的女性 如果你很愿意想要怀孕 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 一个决定来的 很多人说 我不要生了 为什么 怕痛 所以他不要 保罗看见的是 虽然他在受苦当中 但是 未来看见这些教会 被建立起来 这些信徒生命被改变 他把苦难当成是一个 带给别人祝福的荣耀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使他可以坚持的 虽然在监牢里面 他做出这么一个 伟大的祷告 他告诉这些 与福所人怎么样呢 不要放弃啊 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坚持下去啊 虽然面对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更美好的明天 持守啊 为什么把你的困难 当成是带给别人 越来越大的祝福的一个机会 他发出了一个伟大的祷告 他说他在父面前 屈膝 初代教会的祷告知识有好几种 有一些是举起手的 站起来的祷告 像我们这样 有一些是跪下来的祷告 也有 保罗非常迫切地 要求一件事 他跪下来 谦卑地说 主啊 你让这些人 发觉一些真实 很重要的 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 有哪一些呢 他祷告什么呢 我要使他 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接着他的灵怎么样 使你们 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心 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提到 重新 Restore Again 得力的时候呢 要从哪里开始 从 心里 开始 并不是你的力气少了多少 有时候也并不是因为你的资源少了多少 很多时候是因为 心很累 心很软弱 所以其实保罗的祷告 他抓住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That Your heart will gain more power in his spirit 心里的力量 可以刚强 起来 中国人有句话 说什么呢 爱 莫大于 心 死 基本上也是这样子 所以 保罗的祷告 只指 核心 希望我们借着神的灵 可以再一次地得着力量 他说 借着他的灵 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了解 保罗之前已经讲过什么 他说 我们信主的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印记 对吗 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着神 一切的丰盛与我们同在 已经是事实了 你不需要再求说 神啊 我丰盛应许在哪里啊 我的能力在哪里啊 我那边有特别的一个人去找他祷告啊 好像很多很多的缺乏 他说 不是的 你已经有了 圣灵已经有印记在你的生命当中了 你所需要的只是 相信 这位神的同在 并不比别人少 你是神的孩子 你属于他 神并没有少给你什么 神一切的丰盛已经在你的里面 你重要的是要 相信圣灵的能力 那 你会问我一个问题 既然是神的灵在工作嘛 那我完全被动好了 等神的灵来工作了 那我不需要做什么 对不对 听起来像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就是坐在那边啊 我不做事啊 我什么都不动啊 我也不祷告啊 保罗为他们祷告啊 请传道为他们 对我祷告就对了啦 那就可以搞顶了 是不是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保罗不需要写这封信了 对吗 他只要在电脑里面 祷告就好了 然后一切都搞顶了 为什么他还要写封信 为什么呢 因为是没有错 保罗为着这些人祷告 但是这一些信徒们也需要知道一些非常重要 特别重要的一些的信息 以便他可以接收到这个祷告所带来的改变 所以保罗有几点提到 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看的 如何能够真实从心里面重新得力 要如何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困难挑战 再多的家庭的问题 再多的事业的问题 再多的可能教会方面也有问题 最近道远弟兄也有个分享 他在美门 他是美门的主席 产障福利利基金会 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跟困难的 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 我如何有一个刚强的心去面对 是今天的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的 第一点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手上有我的讲义 你可以跟着看 也可以写一写 第一个 确实我们属于天父 保罗说什么呢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 他的意思 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强调 他说这个各家的时候 这个家的时候 他用相当特别的一个字 这个字是富家的意思 天父的家 这个家是从爸爸这个字 衍生出来的一个字来的 所以如果你懂希腊文的时候 你看 这个字有点特别 这个是富家 天父的家的意思 而且我们天上地上 各家从他得名 他所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你是属于谁的 Who are you belong 你是富家里的人 你是有天父的 chop印记的 You bear his name 你有富的信誓 在你的生命里面 换句话说 我们并不是small fries 我们并不是小矛头 我们是大有来头的 我们是属于天父的 因此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父面前 今天这里有谁 可以随时去见我们的Sultan的 Anyone? 没有 大概有些的process 对不对 一些的protocol 而且不一定见得到 对不对 没有错啦 他的车经过 你看到他一下 Hello 以为跟他很熟 其实不熟 手蛋而已 地上的王而已 可是当你成为天父的孩子的时候 天父说什么呢 你随时可以进到我面前 我随时与你同在 这样子的一个特权 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是自古以来所有许许多多的 这些的人所寻求都寻求不到的 他们常是想说 好 我要来到神面前 我要自己打自己 赎罪一下 人在神面前 我要献上多少的奉献 献上多少的羊 牛 烧给他 好 让我可以来到他面前 但是保罗竟然说什么呢 我们是已经在天父的家里面了 你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跟旁边的人讲一讲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们 你是天父的孩子 拍拍他的肩膀 你是天父的孩子 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你是天父的孩子 既然如此 你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 而也既然如此 你可以很亲密的 很亲近的称呼天父的名字 怎么说呢 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对吗 当耶稣讲 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这个字呢 我们听起来好像 OK啊 天上的父啊 可是在犹太人的耳中 听起来就相当的刺耳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当保罗用天上的父的时候呢 他用了一个字呢 当耶稣用了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字 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字 亲近的字 亲密的字 有一点呢 没有礼貌的字 怎么说呢 请问你如何叫你的爸爸 来问一下 Florence 你怎么叫你的爸爸 爸爸 对吗 有没有很 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爸爸 没有 爸爸对不对 再问另外一个 丽婷 你怎么问你的爸爸 叫你的爸爸 快快 爸是吗 还是什么 爸爸也是啊 谁叫Daddy 有没有 对啊 有Daddy的 还有呢 还有哪一些是比较亲密的字 你叫了 别人听起来有点 Galisha的 有没有啊 你孩子怎么叫你 Daddy Didi Di啊 Di而已啊 OK 还有没有是Special的 还有后面 有没有是Special的 Amos 你孩子怎么叫你 爸爸 OK 差不多 OK 请问你有没有 跟你孩子这样讲 你叫我的时候 放尊重一点 随便这样子叫 我是你爸爸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孩子来面前 就说 我伟大 敬爱的爸爸 爸 有没有这样子叫你的啊 如果他真的叫你 就开始怎么样 担心对不对 谁佛了 这个人一定做什么大错事 来叫我的时候 我伟大的爸爸 这样子 没有啊 你听到 Daddy 台湾 台湾有人叫 Babby的 爸爸跟Daddy 病在这边 Babby 这边听得像Babby 这样子 这边我就不可以 这样子叫 可是他们叫 特别的 特别的黏 特别的清晰 特别的 exclusive 专属 只有他可以这样子 叫 如果万一 他的同学来到他的家里 然后也一样 Daddy 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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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这不是你叫的 你叫Uncle 我叫Daddy 耶稣用了字 我们在天上的 Daddy 我们在天上的 爸爸 这么的接近 这么的亲密 那些犹太人听了 嘴巴掉下来 可以吗 哇 父这么高高在上 父这么威严 父这么有权柄 这么的公义 你这么靠近的叫他 你没大没衰 原来 在耶稣里面 我们是如此的 可以属于天父 这个是一个人 深深需要知道的 人要重新得利 他需要知道 他在谁的手中 我们在天父的手中 因此呢 我们有着一切的基础 可以重新得利 天父绝对不会放下你 就好像一个爸爸 绝对不会放弃你的孩子 怎么样都好呢 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怎么样都好呢 我想办法保护他 为什么 他是我的孩子 天父的孩子 这一点让我们 有着重新得利 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来 跟旁边的太太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有这个绝对的基础 可以重新得利 保罗就继续地祷告了 保罗继续说什么呢 其中一句 他说 因为我们更多地明白 基督 常阔 高深的 爱 他让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 常阔 高深的爱 而且呢 这个明白 这个字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重点 它说 让我们可以很好地 掌握 grasp 可以很好地 把握 耶稣基督的爱 不只是知道而已 I know 耶稣爱你 我知道 歌都唱了吗 而是 体会到 而是 把握到 而是可以 fully grasp the love of Christ 有多么地 长 阔 高 深 我问个问题 怎么样 可以真正地 改变一个人呢 有人说 没问题啦 他不改变 我打死他 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 但是你是真正地 改变他吗 你是暂时地改变他 有一天 孩子大了 你还没有打他 他就跑了 对吗 这步伐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啊 很简单啊 给他好处咯 你考试考好一点啊 你的领用钱就加倍 哇 结果他是怎么样 拼命赌输 对不对 请问这是真正地改变他吗 对 不是 所以 用威胁的 用 用利诱 还有一些人 很厉害 他说 他不改变 我哭给他看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你要怎么样 这可能改变多一点点啊 但是呢 你哭惯了 他也怎么样 踩里都傻了 他不是改变的 所以 所以要怎么样的 真正地改变一个人呢 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示范 这个示范是 爱 唯有真实的爱 可以真正地改变 一个人 而这个爱 常常是牺牲的爱 这里很多人会对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 心里面非常的爱 对吗 非常的敬重 对吗 为什么呢 你感受到你的父亲或者母亲 对你的爱的牺牲 让你感动 让你记得 让你不会忘记 而这个爱 就成为你 要做好一个人 要好好的活着 要好好的读书 要好好的来工作 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Amen 这是一个牺牲的爱 所带来的内心的改变 所以 保罗希望我们更深地抓住 明白 耶稣基督 常阔 高深的爱 他的常 我们可以了解成 是很久不变 long 他不改变 虽然有时候我们改变 虽然有时候我们去了一段时间教会 后来就不去了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跟随了 可是他的爱却 常 持续地不改变 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 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去教会 有一段时间你跟耶稣好像脱节了 但是我要说 耶稣基督的爱 常 有耐心 不改变 过我们的短 他常的爱 让我们 他等候 他等候我们 回到他 面前 他不会改变 阔 所看到的是很广 他不是爱华人而已 他也爱 其他的种族 他爱 所有 世上的人 一个儿歌说 不论红黄黑白中 都是耶稣心宝贝 耶稣的爱 阔 我们所不注意到的人 他都 关心 高呢 高是神圣的 是超凡的 是超约人的道德 所能够想象的 我们爱很多时候是掺杂的 你知道吗 老实说 有时候蛮复杂的 有时候不那么单纯的 有时候不愿意那么牺牲的 但是呢 耶稣他有专一 并且超约的 爱 最后 生 是彻底的原谅 不管一个罪人的罪有多 生 耶稣的爱 生过 这些罪 所能够淹没的 他把这个人 救回来 所以保罗他很深刻的说 在罪人当中 我是个 罪 魁 I'm the most sinful person in the world 我是罪魁 我是罪有罪的 但是耶稣的爱 生 他把我挽回过来 所以他深刻的抓住了 体会 所以我想 一个人 如何可以 有更多的爱呢 当他更深刻的 体会到爱的时候 当他愿意谦卑的时候 他可以更好的 更多的体会到神的爱 有的时候呢 上帝透过一些人 一些特别的事情 让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爱 有一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 很久以前 台湾的一个故事 OK 这叫切夫之爱 这个爱 爱到他愿意 把他的皮肤捐出来 把他的皮 捐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在上个世纪初 有一些宣教士 就到台湾去做宣教 并且他们也设立了 一些的基督教的医院 在台湾还有不少 基督教医院 像我们的 Joseph 他的父亲母亲 就在基督教医院 做过院幕 对吗 那个是屏东 是吗 屏东基督教医院 对不对 他是在基督教医院 生活过好几年 对吗 OK 这个是彰化 台湾的另外一个地方 叫彰化基督教医院 怎么回事呢 彰化基督教医院 是由蓝大卫 David Lansborough 蓝大卫博士 去到台湾 去设立了 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 而他的太太 这个莲玉女士 她后来就嫁给了 这位蓝大卫医生 OK 所以他们就那边 辛苦地建立起 这个教会的医院 基督教医院 这个不断地服侍那边的人 在1928年的时候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小孩子 才13岁 他的名字叫周金耀 姓周的 周金耀 那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膝盖那边 突然有了一个伤口 可能是跌倒了 还是受伤了 有一个伤口 可是他的父亲 不晓得如何去照料 以致他伤口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细菌已经跑到伤口里面去了 他们那时候很迷信 对不对 烧香 拜佛 拿浮水来喝 拿香灰来涂 各样各样方式都做了 可是都不会好 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个最后是要命的 你知道吗 当细菌跑进皮肤 表皮里面的时候呢 是越来越扩散的 发炎的 所以当这个周金耀 不能走路 被抬到医院的时候呢 他的身口已经差不多 一尺这么大了 在他脚里 一尺这么大了 所以这对夫妻呢 就不断地 细心地照料他 为他洗伤口 为他敷药 一直尝试地 好好地照顾他 而且这一位连玛玉 这位院长夫人呢 他也不断地来爱他 并且讲故事啊 等等照顾他 可是伤口一直没有好 一直没有办法愈合 所以那时候 蓝大卫医生呢 就想 曾经 那时候医学还没有那么发达 曾经有人记录过 可以用直皮的方式呢 尝试把那个皮肤怎么样 给渐渐地建立起来 那样 可是他们还不清楚 可以怎么做 但是可以试试看 也许可以试试看 当院长夫人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心里想什么呢 他心里想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爱世人的缘故 他甘心为人留邪舍命 我实在无法报答 他大爱的万分之一 因此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 把我的皮给他 一开始 蓝大卫医生也不愿意这样子做 但是 没有办法之下呢 最后他们就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 要在他的身上 切下四块呢 大概像Handy Plus这样子大小的 皮肤呢 来移植在周金药的皮肤上面 周金药换药的时候 这位院长夫人就会跟他讲 有一天会有人给你皮肤哦 他是谁啊 哦 他是爱你的人啊 他很好奇 他很期待 他的皮肤会好起来 结果当那一天 躺在手术树上的时候 他往旁边一看 竟然 那个给他皮肤的 就是常常来为他换药 爱他 讲故事给他听的 这位院长夫人 他受了很大的感动 他说为什么 我是小小一个孩子 我是微不足道的人啊 为什么你要把 你的皮肤给我了 我和这个手术到后来 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 透过这个方式呢 他们找到更好的方法 就是移植 这个周金药 其他地方的小一点的皮肤 在他自己的皮肤上面 所以渐渐渐渐渐渐的 他也 好了 带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突破 这件事情深深的 不止感动了周金药 他也感动了很多很多 那时候 甚至现在 所知道这个故事的人 这个叫切夫之爱 后来 后来你猜周金药 做了什么职业呢 他做了牧师 他很受感动 他说这个爱 是厂阔 高深的爱 上帝透过一些特别的方式 让一些人深深的被触动到 感受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家的这个环境当中 就是要如此去行 当我们愿意无私的 去付出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一定不会白费的 一定会更多激发 更多人有爱心起来 建造这个社会 包括建造神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 侍奉是被爱激励 不是被命令所逼的 侍奉 崇拜 奉献 聚会 等等 是因为基督的爱 所激励的 而不是被命令来逼你的 当命令来逼你 基本上你不会做得很爽 不会很甘心的 也不会持久的 我们只能祷告说什么呢 你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 基督的爱 让这个爱 改变你我的生命 所以圣经里面 请问有没有命令呢 有 有没有很清楚地教导呢 有 但是请问我们有用命令 来压你们吗 没有 因为这个是不能够的 但是呢 我们深深地期待是 你更深地感受到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激励我们 使我们愿意来更多地 侍奉祂 敬拜祂 服侍祂 其实我们的教会 才刚开始 基本上呢 也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在我们当中 想想看 我们的毛病有哪一些 你了解的 我们的毛病 我们的缺点有哪一些 不敢讲 其中一个 迟到 OK 迟到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绝对不是用骂的 也不是用命令的 敬拜神迟到你啊 我怎么怎么样 不是 而是我们的祷告是 让基督的爱 更多的感动 道你愿意说 主啊 我愿意找到 我愿意付出多一点 为什么 你配的 你是值得我们爱的 你是值得我们 准时预备好心 来敬拜的 愿基督的爱 激离我们 不辞到 奉献 圣经的教导是 十一的奉献 我知道不少人 会很挣扎的 十一奉献了 要我的命 不够啊 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由你来 跟上帝来去沟通 为什么呢 请问基督牺牲的爱 值不值得我们 奉献十分之一 超过太多 超过太多 所以我们并不是 用命令来说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虽然圣经有清楚地讲 但是我们更加期待 是因为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来祷告 因为这个并不是 人的话所能够做到 这个是灵 圣灵的工作而感动的 当你愿意对神敞开 当你愿意说 主啊 我愿意顺服你的时候 我相信 这一条路你绝对不会后悔 因为我们人生有多少呢 你问我的话 我可能二十年吧 我不知道 可能明天就不再了 二十年吧 顶多三十年吧 就没有了 在我离开这个地方以前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我要留下什么 我们希望留下 更多人跟随耶稣 阿们 我们希望留下的是 我们的孩子们 继续地跟随耶稣 阿们 我们希望我们基督教 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阿们 阿们 所以 让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使我们愿意为他 多跑一里路 如果你的心觉得说 我都不太想愿意 随便就好了 这样OK了 你可以向神祷告说 主啊 我愿意经历你更多 圣灵帮助我 经历基督那 强阔 高 深 的 爱 这个爱 使我们 重新 得利 那保罗继续说了 他说 并知道这爱 是超过人的知识 所能测度的 你不看还好 你看仔细一点 好像这句话 有点矛盾 对吗 它的矛盾在哪里 你要知道 这个爱怎么样 可是这个爱却 超过人的knowledge 人的知识 所能测度的 换句话说 你要去游一个 你无法游玩的泳 你要去跑一个 你无法跑闻的路程 这个有点奇怪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知道 一个超过我的知识 所能够去测度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相当多 这样子的一些的例子 就是你一开始 你以为 你非常的懂 非常的明白 可是当你越懂 就越 不明白 因为你不懂的东西 就越来越 多了 所以 有些时候呢 那些 懂很多的 还没什么事 那些不懂的 懂一点点的 他就很 我以为 我懂很多了 我听说上两个礼拜 母堂有这个性教育课程 性教育课程呢 就是给小学生嘛 对不对 小学生性教育课程 然后那个老师就问 请问你从哪里来 哇 一个男生呢 举手 很威风 很了不起的说 简单嘛 这个sperm and egg 碰在一起就出来了咯 卵子跟精子 结合在一起 就搞定了咯 就出来了咯 这么简单 他懂很多吗 他懂一点啦 对不对 他以为他懂很多 可是如果你这个 人从他来来 你问一个生物博士 他会跟你讲更多 对不对 不只是sperm and egg 他会跟你讲DNA RNA MRNA 一大堆的东西 怎么样分开 怎么样去解读 然后跑出一些 蛋白质分子 然后跑到合适的地方 告诉你的transporter 是什么东西 这个doctor 应该懂蛮多了 就是 这两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以后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当你知道的越多 你就发现 越多东西你 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就可以 为什么ATCG 这样子转转转转 他会跑出来 你发现你更多东西 你 不知道 难怪呢 博士英文叫做PHD 对不对 PHD是什么 Permanent Head Damage 头脑坏掉 头脑坏掉 为什么呢 读了这么多 原来我不懂的东西 更多啊 这个是诚实的人会讲的话 对吗 所以当我们越去认识 我们就越发现 我们懂得更加的 不多 一开始我也觉得 耶稣的爱 很爱我 为什么 他钉十字架吗 搞定了 可是当你越来越认识 越来越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 他的爱 深过我能够测多的 大过我能够想象的 因为我越认识 越了解 越知道 我就知道我自己 不了解 他的爱 这是基督徒一个 很美好的经历 一辈子 可以不断地去发掘 去跟随的 最后 如何可以重新得力 第一点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于天父的孩子 这个你不要放弃 因为这是我们绝对的 重要的根基 我们是谁 我们是属于谁 第二 我们要更多地去认识 了解耶稣基督 常阔高深的爱 因为这个爱 不只是改变人 也改变我们 自己 我们越去跟随 我们越发现 耶稣的爱是大过 我们所能够想象 所能够知道的 第三 保罗这边也提得很清楚 他说什么 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耶稣基督 常阔高深的爱 基本上 你没有办法 一个人去明白爱 了解吗 你要如何明白 夫妻的爱呢 你一定要 结婚了 才多一点的了解 对吗 对 没有办法 一个人去了解爱 通常都是在 一起的时候 所以保罗强调 和众圣徒 我还强调这个圣徒 就是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都是圣洁的 神所捡血的 我们是众圣徒 一起去明白的 而这段经文呢 它提到了 我们你们 就共有七次以上 所以它是在一个 家的环境里面 讲这样子的祷告 它是在一个 教会的环境里面 讲这样子的祷告 我们不可能离开教会 而明白 耶稣基督的爱 而从此呢 我们也无法 真正的 重新 得利 一堆木材 一起燃烧 它就越来越 热 流亡 你把其中一个木材 挑出来 放到另外一边 它就慢慢地 冷却下来 这是你我都 知道的 也许我们当中 也有一些人 经过一些的冷冻期 对吧 冷却期 对吧 哎呀 离开了冷冷的 在外面很孤单 终于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是一定要跟 众圣徒一起 才能够 重新 得利的 所以不要把 你的问题 keep it to yourself 不要把你的问题 就是说 这是我的问题而已 我来到教会 我很好 我没有问题 我一切都OK 可是在家里 气死我 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渐渐地 把你的需要 来告诉 教会的弟兄姐妹 并不是那边 登广告 不是 而是你找 你合适的人来谈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借着辅导 我们借着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走出一条活路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他是跨过种族的 保罗说了 外邦人 犹太人 希腊人 都在耶稣基里面 合而为一 他甚至也要跨过 时代的鸿沟 Generation Gap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Generation Gap 大过Ethnic Gap 这时代的鸿沟 大过种族不同的鸿沟 你认为吗 因为我们的文化 开始这样下来 美国的Hollywood文化 就很大的影响了 各个民族 大家都被现代化 潮流所影响 可是呢 都有个问题是 这一代跟上一代的Gap 这一代跟上一代的鸿沟 很难去跨越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起聚会的时候 让我们彼此的欣赏 看看你的左右 有没有跟你不同时代的人 看一下吧 我就跟你们不太送时代 是吗 我们有上一代的小朋友在 我们有我们的晚辈 我们的长辈们也有在 这个跨Generation 跨年龄层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是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相爱 一个重要的基础来的 要不然教会只是越来越走向潮流 哇 那个教会很爽啊 为什么 都是年轻人啊 跟我一样的 我就要离开我的教会 去到那个很爽的教会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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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good good 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老的 你懂吗 有一天你会老的 当有一天你老的时候呢 你希望别人说 你老老老 我不要跟你一起了 我们又去新的 另外一个教会 这个基本上就是 现在城市教会的问题 不断地做church migration 我们去找 何是我的教会 找我爽的教会 但是你忘记了 教会不是这样子看 就像家那样 你不能说 我家的饭不好吃了 我家的床不好睡了 我去我auntie 我去我邻居 我去我朋友的家 极爽啊 可以这样子吗 不可以 我的家就是这么小啊 我们的收入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就在家当中 好好地建立它 我就要好好地爱它 好好地彼此的鼓励 因为家好或不好 不是大不大 不是有钱不有钱 不是爽不爽 不是舒不舒服 而是这就是你的家 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我真是期待 我们带起 一个不一样的教会观 是知道有困难 可是我们去搭桥梁 是知道有一些文化的不同 可是我们尽量维系彼此 因为唯有这样子呢 教会才能够抵挡得住 任何未来可能领导的挑战 可能逼迫未来 可能时代的潮流很大的在冲刷着 教会 世俗化的影响 不断地在给教会的门撞击 它要你打开 它要你接受我们的想法 它要你改变你的态度 它要改变你对神的效忠 所以我们在这小小的世上 我们要坚守 来建造彼此的鼓励 和众生徒一起明白 基督的爱是如此的尝阔 高深 离开信徒们 你不行 最后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了一个很终极的目的 The ultimate goal 是什么呢 我要使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盛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神一切所要给你的 祂要充充满满地给你 只是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的容器破了 漏掉了 只是有些时候 我们的盖子 盖起来的 不要来管我 有些时候 我们的容器脏了 所以它不能够放在里面 所以这整个过程 神要丰丰富富地充满你 但我们要预备好这个容器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神把我们这个容器给 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就可以 装上神一切的丰盛 请问在装一切的丰盛的时候 这么顺利就装好吗 这个在我们的步道所 谁知道在哪里 在我们的厨下面 这个迈洛罐是特别大号的 我不懂是谁用过的 谁去那个 gim啊 喝那个protein啊 哇 这么大一罐 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罐子 我还会说是大象喝的牛奶 不是啊 不是大象 是人啊 这么大一罐 所以它装我们的milo 这边家里面很多人装milo 对不对 请问你装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倒倒倒了 你会怎么样 拍拍 摇一摇 有时候会怎么样 咚 咚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 装满一点哦 对不对 再装 再咚 咚 咚 再装 对吗 你以为这样咚 咚 咚 milo很爽啊 拍拍拍 milo很爽啊 不爽啊 对不对 你干嘛 你装我 还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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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不了解 原来我们是要 把一切的风声 装满 在这容器里 所以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困难啊 感谢主有困难啊 为什么呢 蹦 蹦 蹦 咚 咚 咚 神说我要装满了 有些时候 一个人跑掉了 不来教会了 没有继续跟随主了 迷失在世界里面了 上帝就怎么样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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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透过一些的疾病 可能透过一些的不顺利 把这个人叫醒说 嘿 回来啊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些震荡 shock 地震 摇摇摇 来 我要充满 一切的丰盛 在你的生命中 而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是非常值得 我们走上去的 而这样的旅程 是我们唯一 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的 跟随耶稣的旅程 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接受一些 蹦 蹦 蹦 拍 拍 拍 摇 摇 摇 愿神的丰富 充满我们 我们紧急 被赞美团的上来 我们对神回应 愿耶稣基督的爱 激励我 我们赞美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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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pric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